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和琴 欢迎再度准时锁定当冲俱乐部 好我们赶紧请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宾 那就是鼎页头顾的二宇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 老师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24000点目前就是震荡上下对不对 但我今天看了一下报纸 报纸说有人已经喊到24500了 喊到24800了 我心想现在震荡大家都还挨不过去 你在看这个之后到底是在看什么 所以我很想问投资人说 你到底有没有交易策略 当然 这交易策略很重要 尤其做多跟做空 他这样算起来应该算是55波吧 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何让胜率比较提高一点 无论我做多或做空 我都有机会胜算 这个方法是什么 当然 这就是要研究到一个计策问题 通常投资人认为说 做多做空 就一半一半嘛 是不是这样 哪怕 现在人家要讲到三万点都可以啦 要讲到五万点也都可以啦 但是你有稳赢的策略吗 对这个很重要 稳赢的策略 那如果这个行情跌下来的话 你又有没有那个稳赢的策略 你有进退方法啊 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诉求的就是一个计策问题 你要如何把胜算提高 这非常重要 哪怕 现在有人发现说 要三万要五万 那都应该的事情 对吧 但是 你要怎么做 我现在要问你 欧阊买吗 再来煮水炒药居吗 再来电视看那看 看到没有 买到什么四个 会这样啦 结果啊 做大股东 为什么做大股东 都要套劳啊 到贏他就算了嘛 有时候还做不到大股东 只是小股东 更惨 你纪念品也好啦 不好啦 要赚钱啦 那有的纪念品喔 非常的贵 你只要百会行你跟他担 那一个就没有到一百块的东西 我请教你花多少贵 哦 是这样说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你股东的纪念品 我真的吃辣啦 几十块的东西 结果你花几千万贵的啦 吃辣啦 所以我说不 我们不管是做多做坑啦 你计策一定要明确 你比方做多 好 来做多 你的标准在哪里 我们来讲 比较优势的股票 比较强势的 因为他才有连续涨的力道 为什么 因为比方说他的获利增长一倍啦 或者增长多少啦 他的本益比会降低 那通常呢 我们股票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本益比 嗯 那他的基本面不错 本益比降低 標示的股价低估 嗯 那这个股价会抬上来 那这样他就有连续涨的行情嘛 有条件啦 对哦 有涨的一个优势嘛 嗯 那反过来的我问你 那做空呢 你要去把空那种强势股吗 我买 他跌不下来嘛 我刚才说他有一个 对称的一个对应价嘛 哦对哦 啊我们如果做空 我们就算 基本面粒粒粒的 哦 有的那颠级公司的啦 嗯 或者那个本益比 多差了一百倍 两百倍 太坎果了 那种股票啊 嗯 你拿那种股票 你赢的胜算 会相当相当大 哦 这粗波 我先给你一个概念 要怎么做桌 要怎么做空 标的是不一样 那好 啊问题我们又说 啊万一错的话怎么办 嗯 就要把它拆拆拆拆拆拆吗 买啦买啦 买啦 通常大主价就是这样 输拆的啊 说这么多次啊 买啦 好吧不对 要想办法 那个方法就错了嘛 对 对不对 我们改变一下 来 比方说不管你做普段 还是做当冲同样 我们要盈控停损 嗯 不管你当冲啦 一二一老四这边 我们捏是两趴 哦 不对 两趴输也没劲 对吧 啊你说做普段 有人捏五趴啦 有人捏十趴啦 有人捏十趴啦 有人捏十五趴啦 那人没劲 至少你有个停损概念就好 因为这不是说建设代理 这是一个 可以用人为方式去保护自己的一个模式 哦 你绝对不能去放水流 哎 或许很多 股票都腰斩啊 甚至要追缴那个保证金啊 嗯 那就是都放水流 他们去的 重大错误 哦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盈控停损 不管你设几个人 哦 啊不要太含啦 没人设五十趴 我就腰斩了 我们就要盈控 合情合理 以你能够承受的那个损失 能怕我觉得是最最安全 也要保护自己 那是当冲啊 当冲但也要保护自己嘛 对不对 好啊来我来请教 啊怎么赢呢 赢啊 怎么赢得到 赢得到 当成当初赢得赢得快赢啊 没有哦 对不对 输就要赢了啊 来 我很简单 我教你哦 如何把胜算提高 把赢的金额拉大 不关多空 贏5%以上 流畅 再拚未来 用贏的来拚 不是拿输的去拚 对 对 用贏的再拚 或是呢 你会限满限涨停 等等这个就流畅嘛 嗯 对吧 可能一个趋势就上来了嘛 那如果限空限跌停呢 搞不好就这样一直戳下去了 那刚才那种股票 我们就要好好 8倍的机会 拚了拚了拚了 拚了拚了 这样拚了 拚了拚了 拚了 拚拚了 改变 你目前操作的一个 这个状态 有的家族拼就是 不对 再拚了 拚了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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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只是赢个两三块 就走了 问他说为什么要走 他说这样就够了啦 那输的时候呢 我问你啊 你像我说赢个两块三块就够了 那我问你啊 输的时候怎么办 十块二十块都有 我阿娘的 诶 人家 贏贏两三块 输输十二块 这个拚又拚了吗 先拚也没开玩 所以我就跟你说嘛 要有计策 但是 这个计策啊 你初步 你来高齐的时候 先要有一个概念 你要有鬼头的工夫 不是啊 煮水炒 那些人在補什么股票 就对人家去啊 那台说那 那台又说那 买买摩四个 我问你啊 你对那个股票 说有色彩 没色彩 就咱们说到 白天正地 诶 过去阿公阿嬤买高票 套劳是怎么套劳的 就是 新闻报纸看太多啦 买买 买买 买买买买买买买 你都不计计 那些人都不计计 你都不计计计 那些人都不计计计 都不计计计 要赠几买买买anged 你要赠钱的股票拿去代 朝鱼买买 额 利挡 销 你留着 这个 удof 应用模式 跟蝴 pelo老师 刚刚跟你说的键色 他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嘛 是拿走的 你双得更高 结果你赢就赢 对吧 蝴脆老师公解说 要散色停损 ard 结果你是anne Já 你越不完修 结果修越大 所以我不再跟你说 戒续要改变一下 我们不是神 我们是人 但是我们人可以胜天 要有偷偷 包括我们来在高岐 我们也要想一途 江湖一个人 我要贏你高岐的钱 你想这个保守 你才来 有时候自己要 还是要有点做功课 当然啦 不能够就只是心里想着 我有钱 我想买股票 我想卖股票 然后就那么简单的操作 我就说 两手空空 人才两师 对 我不知道说 人家翘翘的人 会改变自己 顺应趋势去做多空 有的人头头顶空空 他只会做多 一旦逆势偷偷偷偷 他就一直摸 一直摊平 一直摊平 摊平到后来 总要躺平 因为这个趋势 是人为改变不了 不要扣小你钱多 赶快收到头头头 年半前来到12629 我看很多的贵妇 为了这个股票 家庭老金分的一大堆 我们要引以为戒 好不好 所以我说 在做多做空的前提 大家是一半一半 你听我二一老师 刚刚跟你说这个计策 后来 你的胜算有没有提高很多 那以二一老师 实际运作的方式 来做给大家看看 你比方说今天开盘前 知道美国好也不好 包括美国台积电的ADR表演好也不好 不说跟理想嘛 对不对 结果 你给他看今天 逆势而为 变成这样 好像回马枪 汹汹从最低 到217点油管到宽洪去66点 这样来回 就差283点 结果呢 阿姨老师8点45分 那东西的预测行情 预告方向 错了 真的错了 我错了 我承认 我们绝对不是跟老师朋友同样 要用4厚 对 2厚的方式 对吧 我们就说 美国台积电的ADR 上落1.13%嘛 算算是要落差不多 11块做油啦 但是你看台积电竟然有什么样子 从2015U到2040 U到8半 U25块起来 我们要了解 25块对大盘的贡献多少 他扣了1块 他对大盘的影响8.2大点 那这样25块的这个涨幅起来 贡献了多少 2005块 所以我们预测 今天这个行情应该是要走弱 但是二一老师预判错了 错了怎么办 错了我们就要当机立断啊 掌 我们准备好的智勇超群 不对 不好意思 我是位是国 我不要按针 对到不对就是差在这里嘛 老师实不实在嘛 不可能说每天贏嘛 我们是人嘛 但是我有法控管 做当初 胜算高于九成 这才是要 就是控制停损 我觉得那才是最难做到的 对 那不然如果是老师做了 然后都不去管 哦那就不是 一两发的问题 很多老师是都这样 一旦到楼就放水楼啊 管你阿嬷才给税了 对啊 咱说就 我们的公平涨停 我们的公平涨停 你跟母 你知道我知道 我点到为止就好 OK 来 我们现在就说 老师今天错了啊 预判错了啊 我怎么做 我就说嘛 我们控管停损 2%级来 不对 我当机立断 我不要抹拼了 跟你说一些借口 跟你按哪 不意义啦 这已经失去原则了 你了解吗 失去原则 你一再的破坏一次 破坏两次 破坏三次到时候就 就完全没原则了嘛 就没原则了 对 对吧 啊我们不对 我就说嘛 当机立断 对啊 其实这种策略是可以练习的 是啊 你不断的告诉自己 我要改变 当然啊 我要练习好 所以说从错误中去学习嘛 也对 如果不对 就不对 我当机立断 我实话是说 还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个月总结 七月分 一天一期来说啦 他信用多 500万的信用额度 来我们总结 有没有 输输输输输我都公开 你今天精彩 我输就输 我才有说本 他要让你看的是全部 而不是片面 是不是 我们这样总结下去 一天一期 跟今天 要购买多少 144万9千块 这真是厉害啦 不是每天来说 我们在高楼掌庭 我们再讨多少 都多少 点到为止 我不再讲下去了 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对吧 那你看 我不是说这个月这样 我们上个月 也是同样 也有错误的时候 错一遍 唯独的一遍 我都坦坦白白 对吧 这样 上个月六月分 一天同样一期啦 他500万的输输 总结贏了多少 385万9千5百块 这在实际 对毁环 我们真正有帮助的地方啦 因为 最怕就是 投资者 改不了那个习性 倒不下去 也要把它拗下去 就是我们自己说我们的 然后结果也没帮投资人负责任 这样也不对 当然啊 就是实在 就是我们可以再赢更多钱的机会 对 因为我们做一个专业人士嘛 我们既然不是人啊 我们是人啊 既然你是一个专业 我们要控管 那个书的部分 嗯 对 不可以让人家 或是我们这些会员有大书 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小书 然后贏 大贏 这样 暗来切去 你才能够正确的 赚到大钱 这就是我说的 既策明确 方法正确 那我们就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所以说要整头的工夫啦 不是看一个片面啦 你去看看 来 我们这个月齁 我上次给大家做一个报告一下 书娘齁 这样公开给你了解 对 我们本不用了 要怎么贏百万以上 对 你看这都没什么 嗯 这七月一号啊 所罗门啊 这贏四块啊 没什么啊 对 你偷偷看 明镜在里面喔 我这样贏大钱的 你看清楚喔 来 七月二号 三月两 这又贏五块 这也没什么 对吧 来 再来 加币期七月三号 这样贏四块半 我们都实实在在喔 来喔 七月四号 这样贏到多少 十一块 这个申达科 算了 说到重点喔 来 来 万人 上礼拜五 现不现掌庭 要怎么做 才贏它大 流昌 对嘛 我们的县埋县掌庭啊 美国就是在这 要怎么贏大钱 就看这个 贏才贏 流昌 算了呢 隔日葱 对吧 拉高 这都多送的 哇 漂亮喔 这样就33块 这你如果10张10张就会贏多少 33万 美国 我们两个差别就是差在这 我敢贏大 就赢得了大的 然后我们要控管停损 是啊 这输的时候小小的 这才叫做人生啦 对啊 哪有可能 这个 是啊 来 再来你看看喔 新富新 也是这样 尤其你 其实这也可以流昌啦 嗯 只不过说 有的家族朋友用市价追的话 他赚的就没那么多 你了解 因为我们喔 现实发出去 109 都要直冲上来 有的 回完朋友喔 还在那等的啦 还在那看着的啦 不好意思啊 明天请早啊 没有了 就一直冲 一直冲 所以说 以前那天 喔 我们虽然落贷 结果盘中 11点外的时候 牛到10天半而已 喔 来 财益 昨天 来 这样下去 他还有12块的价差 喔 啊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我们精彩 啊输就输 贏就贏 这是这句话 喔 我们为他顺势了一遍 喔 啊在这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让你理解说 我们是怎么操作的 才有这样的一个 欸 操作绩效 好 是这样啦 喔 所以说大家研究研究啦 你如果感觉说喔 真的不错 如果我们计策明确 方法正确 我们就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尤其最近的方向 嗯 做多也怕 做坑也刺 嗯 最好的应对模式是什么 嗯 就是当冲 真的 当冲因为我们输有缠嘛 啊贏呢 我们可以把流畅 贏得更大的 就很多投资人会学 心里想要 提高胜率很困难吗 很困难啦 你不改变啦 计策问题啦 要改变啦 你不改变的话 你就 就真的会很困难 所以我们有 请投资人扫QRQ好不好 因为 要一起赶快来加入 你才会知道说 喔原来赢是这样赢 喔原来 小叔是这样小叔 原来大赢是这样大赢喔 差很多耶 当然啦 来啦 共同感受一下 给你体验一下 是 给你识识 二语老师一下啦 做朋友也没关系 来 我们扫描的QRQ 加个二语老师的light 好 这不是说叫你自己会完 叫你狡献喔 你来感受 人二语老师的会完 喔 人安安安操作 喔 然后呢 那个心无旁贷 喔 啊就这样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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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日子 这才是高平的人生啦 而且你如果 自己二语老师的light 然后呢 最会咬这 喔他有一个事工格 你想知道什么答案 你点一下他就马上反应 嗯 喔马上就会 告诉你 诶你想要知道的一些答案 那包括我们的阿公阿嬤 喔 没想到晚上12点的这个节目啊 没想到晚上 沒關係 不然你就点这个 你点下去 随时都可以看到 二语老师喔 哎 最新的 那里 那里节目的片段 嗯 所以说 有好没坏啦 大家交朋友就好 来 车上这个QRQ 加个二语老师的light 好 所以这个要提醒投资人喔 这个市场有不友善 不友善啦 呵呵 真的不友善 说翻脸就翻脸了啊 不是 不是二语老师赢就是 一定是我输嘛 那最好就是我们两个都赢嘛 对不对 那怎么可以赢的更多呢 扫QRQ 好不好 投资人 如何掌握到明天 其实七月份才刚开始 要赶快赚这笔钱 好不好 但是要留下你的电话 那是 如果要知道很多资讯的话 要知道我们人在哪里 才能够跟您说个清楚 讲个明白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片刻 资金最快的四个方式 信息落差 你不知道的 市场已经反应了 认知落差 认知决定上线 努力决定下线 执行落差 我做了 你没做 执行力拉开 财富差距 竞争落差 你我都会 但是你做的没有多好 二语永心 大家放心 02851133366 等你做的 来 顶月头顾 是金管会特殊通过的 合法公司 跟诈骗集团 含一些 乱七八糟的 网络公司 是大不工的 顶月头顾 可以带会员做 国附投资 也可以带会员做 当中 1.2 安心探紙有保重 欢喜到中 做飞来 快六人声 做丁定 顶月头顾 0285113366 你生来就一无所有 何惧从头再来 看你来想要放心 最快的方法 就是做自己会怕的事 还是感觉自己做不够的事 甚至是不可能的事 马上做立即做 秋色版的后 马仔对我来 鳄鱼信心接触 和你走出 好美来 02 85113366 等你做武器 来 阿鱼老师来了 好再次回到节目的现场 时间感你叫阿鱼老师 很多投资人现在状态就是 追高觉得太贵 然后低阶觉得心里想说 会不会再跌 他们一直这样想完同时 已经可能一天过去 两天过去 三天也过去了 所以我跟你说 最近的行情 第二会怕四半会怕八 以其我们改变一个 更轻松赚钱的模式 什么会 有方法 当初 我有现金 一手有钱 三两就大 我们就来贏百万 当然要贏百万 就要用贏百万的方法 你不能用过期的模式 没用力就没用力 是不是 不要再竹水炒而居 不可以别人 你就没了 没了 没了 你还要贏百万 对 以及我们锁定某一些个股 你别人说 来 四星 就用当初 要怎么贏百万 你觉得 这么奇怪 你这样 就要贏百万 那不可能 来我做给你看 来 6月11号 世新 贏百万 7块 再来 6月13号 贏百万 这都是世新 同一支股票 来 6月18 世新贏百万 3块 再来 6月21 世新贏百万 35块 6月25号 世新贏百万 45块 6月26 贏百万 所以 7月3号 输于30块 所以 7月4号 还贏百万 12块 这样只有世新 这 一九月来 出手 八次 贏七次 输一次 总结贏多少 81万 就一张一张做就好 不用多 这样贏到 比较轻松 包括这支四例 四例 也是同样 要怎么运用 它的一个波动 就要贏百万 纯粹都扣当初 来 不用本不用料 做给你看 四例 6月17 这贏十六块 再来 7月1号 这贏十一块 再来 7月2号 这贏十四块 再来 四例 7月9号 贏十一块 这样出手四百 这样一张一张做就好 就贏 五万两千块 五十二万了 所以 这种的方法 在贏 是不是很近 较稳 所以我们明天才 这支应酬为我 赚钱的方法有很多 对 但要先扫我们的QR Code 对 好吗 赶紧 6月18 然后请留下您的 联络电话 对 你不留联络电话 再好的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送去哪里 好不好 所以投资人一定要好几把握 好不好 改变你才能够赚钱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愿意改变的话 就算指数来到天高皇帝远 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赶快扫我们的QR Code